各位觀眾歡迎收看見口頻道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6號 我們在10月22號的時候 曾經跟各位介紹過 見口擦枝法 第二次環狀剝皮擦枝法 當時我們將月桂旁邊的月桂 環狀剝皮之後 截球剪下來擦枝 擦了兩個枝條 到了現在 剛好已經第五週的時間 我在上週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看到這一代 已經看到有掌根 那這一代 因為我沒有拆開來看 我也不曉得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拆開來檢查看看 那這一代因為很明顯 從旁邊看過去 這邊有掌根的跡象 下面也有看到有掌根 現在是第五週 我上週的時候就看到 所以第四週再往前推個一週兩週 可能就是它發根 正式開始發根 當時我們就是要記錄說 我們用這一招 能不能讓它提早發根 根據這個測試來看 確實有提早發根 可能我們用可能來形容 可能在第二週或第三週的時候 正式開始發根 到了第四週的時候 也就是上週 上週我就看到這邊已經有掌根的跡象 長那麼長的根 到現在是第五週 所以我原本應該上週就要拍給各位看 就上週我沒拍 這一週我們就拍給各位看看 等一下我們就帶各位來看看 順便檢查這一代看看有沒有掌根 因為我們插枝了兩隻 然後看看什麼效果比較好 來做個比較 好 現在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呢從底下先來看 底下呢這個位置呢 有沒有感覺這裡有一個根 根在這裡底下 感覺不是很明顯 白白的在這裡 來這邊 這邊就很明顯了 看到嗎 哈哈 這個根這樣子 怎麼這麼長一條啊 所以我說過我們在第四週的時候呢 就看到掌根 往前推的話呢 可能第三週 或者是第二週就開始正式的發根 這表示我們使用建狗 插枝法的第二次 環狀撥皮插枝法這一招呢 確實有辦法讓月桂提早發根 那至於其他植物有沒有辦法用這一招呢 就不曉得 根據我的測試 橫式肉桂沒辦法 也不是說沒辦法 應該說 橫式肉桂呢 我每次在幫他環狀撥皮之後呢 很容易就會乾枝 枝條都會乾掉 所以呢就沒有機會用這一招 好 我們現在呢就來 這一代呢已經確定有掌根 那這一代呢我就不理他 因為 我們等他根多一點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做移植 我們看另外一盆 OK 我們用鏟子 鏟看看啊 呵呵呵 如果不小心把他根挖斷了 就是天意啦 所以 為什麼 普天之下大概只有我會幹這種事情 這種犯件的事 因為有時候一弄不好就把根弄斷掉也有可能 感覺好像木屑要鬆要噴出來的感覺 我拿個 我們換個位置 換個位置一下 好 繼續 繼續挖 不曉得當初到底插枝插得多深 不曉得長根了沒有 搞不好被我這樣子營弄 有耶有根耶在這邊看到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各位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 差點不小心弄斷掉 給各位看一下 根 我們再把距離拉近一點 給各位看一下 長根了有沒有看到 我們當初使用環狀剝皮 再把它剪下來插枝 到了現在是第五周 這個根的長度往前推 可能大概是第三周 第三周的時間點開始長根 可能啊 我們用可能來形容 不能保證 像剛剛跟剛剛前面那一包 那一袋的月櫃呢 的這個長度 可能前面那一袋的長度 感覺它根的長度 好像比較長一點 可能那一袋會更早 更早發根 那這個呢 可能感覺有慢了一點點 不過感覺像是第三周 我是說我個人的感覺 那現在這個根還很少 如果我們把它撞回去之後 不馬上套袋的話 它可能會趕死掉 那我們今天呢 刻意把它挖起來 用意是要讓各位看一下說 我們使用建狗插枝法第二次 環狀剝皮插枝法 這個方式呢 剪下來之後插枝下去 大概多久會長根 預計啦 最快最快應該是第二周 第三周開始長根 那這個月櫃呢 它其實它是 如果我們直接剪下來插枝的話 其實是不好插 很不容易插活的一種植物 它的插枝呢 估計呢 它要三個月到六個月 才會開始長根 我們使用建狗插枝法第二次 我們使用建狗插枝法第二次 等它截球之後 再把它剪下來插枝 因為有很多的植物 它很難插活 多半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剪下來直接插枝 它需要三到六個月才會長根 時間拉了太長之後呢 造成它不容易插枝成功 這是我個人的插枝經驗 在這邊跟各位做分享 日後呢 各位有要插枝的朋友呢 你就可以參考用這個方法 來做插枝的動作 那如果有插枝任何植物 使用這個方法 插枝成功的朋友呢 都歡迎留言 那我們做經驗交流 那我們交流一下 我也想知道說 到底什麼植物呢 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插枝成功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